用烈将至 如果让你选 你会选择光明 还是黑暗 为什么每次都要我选 你以前是怎么选 我身在黑暗 心上不明 如果天塌下来 你怎么办 自然有个盒子高的人顶着 你就是像你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基于修真 然而又胜于修真的世界 这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玄幻剧 这绝对是一部能让你一口气 连看上三遍的国产良心剧 其中超然的打动名场面 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特效的制作水平 真的是特别燃烧经费 这将给你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 这是浩天的世界 也是冥王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个传言 永夜将至人间浩劫 每隔千年 冥王便会发动一次永夜 整个世间将陷入黑暗 坠入极寒 万物终将枯竭众生歼灭 整个世间进入光阴轮转 唯有两个越过修行五进的人 经历了上一次永夜 天地之间有元气 唯有少数人能用意念感知元气 故而称为修行者 修行的途径划分为五种境界 有出境 感知 不惑 动玄 知命 境界修至之命巅峰之后 便有机会触碰五进之上 诸多玄妙的境界 五进之上的境界又分为 道门之天起与清净 佛宗之无量和金刚不坏 魔宗之天魔和不朽 书院的无惧和超凡 值得一提的是掌握了无惧 便能拥有浩天世界最快的速度 修行最高深的境界 乃是夫子的五举境 到达这个境界 便可无视浩天世界里所有的规则 夫子被世人看为万事之师 于大唐建立了书院 有教无类得到了举世尊崇 故事开始 这个正在打小怪升级的小君主 正是男主命缺 故事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草根崛起 一个物质宁烂物缺的开朗少年 人定圣天的历程 这天卫城守将马将军 要将一个护送公主的任务交给明确 正好此时明确 明军宫的累加已获得报考书院资格 所以老马才会派他当作巷头 搭乘公主的顺风车一同前往都城 老马没料到宁缺会以马车遇袭 而拒绝这个任务 原来是金帐缠鱼突然暴毙 公主李渔不想为缠鱼陪葬 才决定逃回唐国 受到了金帐骑兵一路追杀 幸亏有一位动悬上进的修行者吕清晨 用意念操控着一把短剑杀掉追兵 才将公主救下逃到卫城 所以宁缺才会不愿冒险 拒绝与公主同行 想上书院是不是为了修行 那车上可有一位动弦上进的大修行者 李清晨 不去 最后宁缺还是为了能够 进入修行那个玄妙事件 为了能够考上书院 还是决定了护送公主 次日清晨 宁缺带着她的小侍女桑桑 恋恋不舍地看了最后一眼 他们的小屋卫城的家 与老马做了最后的告别 给人家当小的 好 你好好打 不许说话让我告诉你 你要是逃不上书院 就别回来了 老马丢不及这个人 修好 你不许了 不许死 等着我来孝敬 妈 你帮我别人吧 卫城的少男少女 终将启程 踏上了逆袭之路 你不许死 我来孝敬 我来孝敬